財資大道 王文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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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殺研究中心的總監 葉兆輝教授 跟我們聊天 早安 葉教授 早安 葉教授 葉教授真是長期跟進香港自殺問題的專家 你最新有一個追蹤指標 可否跟聽眾解釋一下怎樣追蹤到自殺趨勢 因為我們所有自殺的個案 其實都要經過死因庭的判斷 才是一個自殺個案 通常需要一年或兩年才有這個數據 在我們建立自殺風險的預警系統 就是根據每天在媒體上的報道 然後我們再加上 因為媒體的報道不是每個自殺的事件都會被報道 我們根據過往的報道的模式 就做了一個加權和一個估計 根據所有報道的人的年齡、聲別 它用的方法 然後我們就做了一個估算 做一個模型出來 就是估算 是的 這樣就用了7天的平均值 就是來去看看 和去年同一個時期就有一個比較 根據你們的調查發現 長者都屬於自殺高危的一族 其實為什麼會有這個情況 和疫情有沒有什麼關係呢 其實一直以來 長者的自殺率都是比整體的人口為高 但是在我們這個自殺風險局的評估 是近這兩個月來講的時候 它的上升是特別快和特別急 所以我們就特別看到 因為在整個疫情裏面的時候 其實長者所受到的衝擊是大的 譬如我們說有很多他們平時 是希望能夠所做的事情 他們是做不到的 只是見孫子都可能見不到 現在你說一些所謂的跨家庭 都沒有了 或者他們有時候長者中心 他要去做運動 去一個公園 其實有很多事情都是打亂了 是 裝著香都不行了 現在宗教場所都有限制 再加上現在有很多時候 有些上門的服務 都是因為疫情的緣故就沒有了 所以對於長者的身心健康 和他們長者的家人 其實那個壓力都是很大的 另外一個見到你發現的趨勢 是不是35到54歲的中年人群組 都有其他的因素 包括經濟因素 都會有一個輕生的風險呢 其實我們在近這兩個月看到的時候 其實那個自殺風險 在財政上已經開始扮演一個 比較重要的角色 因為其實我們都看到 你第一波第二波 可能還可以頂得住 但是到第三、第四波 到真是一個長期的失業的時候 對一個人的精神健康 是構成了很大的影響 再加上如果他是家庭 所謂的主要賺錢的人 家庭支柱 是的 所以其實他們的困難是大 所以我們經常都覺得 現在我們已經有抗疫 不單止我們有抗疫 以及我們已經達到抗疫疲勞 其實大家都累了 所以很希望能夠再整個社會 去注入一些新的力量 或者轉入一些新的希望 是能夠整個情況 是不會這麼焦慮 以及這麼一個 就是這樣一個 你們有什麼建議可以給政府 就是現在在防疫、抗疫 以至到一些社交距離等等 這些怎樣去到平衡呢 其實我們就覺得 如果不起增加傳染風險底下 其實都有些事情可以做得到 比如我們講一些上門的服務的時候 就是如果那些照顧人員 如果已經是打了針 或者穿了布護衣的時候 都希望給他們一個最基本的服務 比如我們講一些社交距離 我們經常都講那個社交距離 是講身體的距離 不是情感的距離 就是現在我們經常講 就是如果你要生海灘的時候 那你可不可以 你早上給那些老人家去游早水 有很多長者去游早水 是的 其實有很多事情是大家 是用同理心去想一下 如果是長者的時候 他們是需要些什麼 那有沒有可能我們再走多一步 是令到他們的情緒可以舒緩 對長者的關懷上 可以做多一些事情 其實關懷我們覺得 其實是每個人都可以做 其實我們每個人 身邊都有一個長者 爸爸媽媽也好 祖父母也好 或者我們隔離 你知道有一個獨居的人士 所以如果你要叫政府做 其實你都知道他們的能力不是那麼多 而且那個統籌也不是那麼好 所以有可能我們自己可以做得到的時候 就是先做了 而有可能因為疫情緣故 有可能你打個電話也好 或者你用FaceTime 或者用我們的方法 是能夠去表示到對那些老人家 不會讓他們覺得他們已經被忘懷 或者他們已經被放棄 因為現在我們看到有些情況 就是有些家人 他自己是被感染了 而他們的家人也都不知道 那他覺得為什麼那些家人 沒有來探望他 或者什麼等等的時候 所以有可能在那個溝通聯絡上面的時候 是我們可以做得好一些 因為還有跟社區的聯繫 有時候長姐下去喝茶 打個牙膠喝杯普利 朝朝的精神傳源來的 那現在這些活動都可能減少了 或者不敢去 那在社區的層面 有什麼可以發揮到呢 因為疫情真的經常呼籲 什麼活動都不可以搞 又限聚 尤其是接下來 現在又推行疫苗通行證 那些掌證可能對於一些預約 或者要運用這些疫苗通行證 其實可能他都不是真的那麼清楚 其實這些的支援上面 又可不可以多一些呢 其實是每一次我們多一些 這些所謂的規限 每一次就令到他們更加沮喪 就是因為那些老人家 就無論是他用電子軟件上 沒有那麼認識的時候 是令到他們不能夠去到 他自己以前每一天都可以去到的地方 所以我們覺得 現在我們都看到 譬如生命熱線 他們都有很多志願團體 有很多教會 都是很主動地去關懷他周圍的人 所以我覺得這件事是可以做得到的 如果我們能夠發揮在社區上面 只要我們透過現時的社區組織 能夠去加大他們的支援 能夠令到那些人 能夠積極去找到社區裡面的老人家 還有我們現在發覺有很多 譬如有些私家醫生 用過電話服務的時候 都是很好的 有很多時候如果用過電話 用過視像 能夠去表達對他們的關心 其實對他們來說 都是一個很大的舒緩 現在最大的問題就是 他們是害怕 又沒有人聯絡到他 他也不懂得怎麼聯絡人的時候 就屈住在家裡 只會這麼長 然後再加上 你去看電視的時候 每天都是有些很冰冷的數字 還有每一次都… 死亡率都高 其實對他們來說 那個做的生命壓力是大的 那真的 香港的情況是這樣 還是葉教授都有參與聯合國的 還有隔方文組織關於自殺的研究 海外在疫情 是否都是同樣面對著 這些自殺增加的問題呢 有沒有什麼好的措施 我們可以去學習一下呢 其實現在整個在疫情底下 其實這個精神健康是差 就不單單是香港的問題 但現在我們中觀這麼多地方 所看到都是一些弱勢的社群 還有如果自己那個 所謂社會支援的網絡是弱的那些人 所承受的打擊是最大的 譬如我們講的一些家庭 你就算它是rub from home 就個個都去rub from home 但是他們有一幫 譬如做清潔、做保安 它都是要冒著感染的風險 每天去上班 但是還有一些低階的家庭 那些新聞仔如果沒有學習的時候 對他們來說都是很大影響 還有它住的環境不是那麼好 所以其實對他們整個學習是有影響 所以我們就說 有可能我們在抗疫的時候 都希望做一些支援、配套 還有一些代替品 是能夠給到這些所受影響的人士 現在暫時我們講的措施是容易的 但是有時候就分析了人的精神上的需要 而他精神健康的需要 其實都直接影響他們會受感染的情況 都要多多關注 就是無論是任何人士的情緒、支援 和精神方面的需要 甚至希望大家多走一步 關懷一下身邊的人 今天我們和阿姨教授 先見到這條線 謝謝你 OK 拜拜 謝謝 拜拜 謝謝 謝謝 他們 Ohio 剛才 還有 謝謝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